第一步的通關安排 將會在1月8日 即是這個星期日 開始實施 單向的人數 約是六萬人 即是每日最多 可以有六萬個港人 從海、陸、空不同的口岸 是過關北上進入內地 包括有五萬人 可以經六路口岸 以及有大約一萬人 可以經海、空和大橋進入內地 口岸方面 共有七個出入境口岸會開放 這是包括三個現在正在運作 以及另外四個重新去恢復開放的口岸 另外為了方便和保障 內地港人回來香港 以及在香港的內地人士回去內地 兩地政府同意 他們是不計算入去 這五萬人的人數裏面的